好 进入到这一段的节目 其实台股涨到历史新高的同时 不是只有台积电一家 例如说大力光今天也开发说了 一样提到7月会比6月好 8月会比7月好 这对老实数来说已经是乐观的说法了 所以台股的下半年依旧精彩 我们来听听看今天的来宾如何解读 下半年有哪一些的产业趋势了 好 第一位是我们国宝级的技术线型大师 杜金郎杜大师 好 杜大师今天要线上宝藏了 什么样的宝藏呢 除了台积电以外 因为台积电1000块以上 代表什么 代表如果你今天200块以下 你都叫中低价股 台股整体的位阶往上跑 整体的平均股价也往上跑 杜大师告诉您 200块以上的很会涨 如果200块附近涨涨涨500不稀奇 搞不好千元有机会 等一下来现保告诉您 哪一些200块的潜力股 现在好入手又会涨哦 好 第二位是我们的产业分析师 黎智健 Vic 之前都介绍他是半导体产业分析师 后来他已经扩散出去了 只要是产业他都能深入的研究哦 今天Vic要带来什么呢 带来低轨卫星 你会想最近有低轨卫星的消息吗 也许没有低轨卫星的大消息 但是有低轨卫星的标股票哦 金宝接连的涨停 很多人说是因为平概股吗 没有 等一下Vic会告诉你 为什么低轨卫星概念股 在下半年的台股非常重要 因为他们都有多题材 多题材搭配一起标上去哦 好 第三位是我们的选股教练 维泰 维泰的右下角选股 今天要选什么呢 告诉你一个关键字叫做金苹果 金苹果今天大力光开发说 话中有话我们等一下慢慢的来拆解 也代表苹果的拉货潮不容小觑 另外维泰从去年就提醒您了 金融股会很强 金融股会很强 好 现在强起来了 到底下半年金融股会不会是台股的另一只脚 等一下听听看维泰怎么说 好 首先有请杜大师 招娃好 好 杜大师台积龙卷风 为什么说龙卷风 因为他一涨台股的大盘完全就是往上喷 很多人期待下个礼拜的法说 等一下帮我们整理一下 期待什么 哎呦 现保了 现保了 两百元的低位阶股票 搞不好会是下一波的主流 对 因为我们经常讲 下一页好了 经常讲股票市场有一个伦理 因为晚上提高 晚上大家就水上船高 而且你以前我们叫同板股十块钱 因为你现在台积电已经一千块 所以那个一百块两百块也是就比较低阶的 所以股票市场有人买千元 有人买那个一百块以下 大概都有 那昨天最主要是把我那一席话 就是说 不等了 对 不等了 就是我们股票市场有时候也是这样 大家就一等等要等回档 不回档就追进去吧 这个我大概都会看这个标普跟会办 那这三个都串历史新高 而且我每天只要串历史新高 我在笔记部就会把它抄起来 像说标普好像今年是三十六次 还是三十七次串历史新高 几次你都要记得 没有 因为那个美国分析师很喜欢讲这个 他们认为上半年已经三十五次 三十六次串历史新高 他们下一句话是怎么 就美国股票市场稍微过热 这一种 那再来我就会看那个台积电 那个AD 因为台积电AD 我们虽然说我们台股先后会先涨 那ADR涨的话 那再来八点四十五就看期 这个大概有必看的 那飞达也会看 还有苹果跟TESSA 这大概这几支都稍微看一下 那我们这一波已经涨到两万四了 离我们目标价两万五快要到 我最近几天也经常看大反在涨的话 一直在想说要求怎么办 以下去两万五了 你是看二五二五八吗 对二五二八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这个节目第一个人讲 可是我现在一来一感觉就像民国七十六年 七十七七十八 我们那时候在看点数的时候两千 后来涨到四千好像很高涨一倍 想不到后来八千 八千我们认为很高 后来一万 后来又一万二 所以我们现在看点数一样 我们前一阵子一万二一万六 一万八那很久 有没有 现在突然间两万 我们不是说两万已经很高 有没有 现在两万三两万四 越来越感觉到跟民国七十六七七七八 那种走势非常像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再调那个点数的话 就不能基于说我们大概 有大概两万五三万三万三 再来就是两万四的资金钱进来 那除息 其实我们七八九都会除息 这个本来就是我们的重头戏 那前三分之一都会有填息 那我大概每个月初 我都会把上个月的息子加总 因为交易所有统计资料 所以今天早上有在做 那个六月份的除息购的东西 有大概有两百三十八家 所以我们上半年 大概有大概三百多家 那六月份配息 大概配了三千多亿 所以我们现在一到六月份 息子已经配了五千多亿了 因为今年大概有将近两兆 所以这个息子会加进来 像昨天我就接到台积电 给我的股息 所以昨天有的话你就会有 所以这个股息 有的人都是希望你再去买股票 那这个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那现在才三Q多了 做账 二Q已经做完了 就是目前整个盘是好 那现在大盘的话 还是在除了台积电 拉大盘完以后 他现在比较好是说 这个台积电把这个大盘 电子股把它撑住 那让类股能做轮涨 不要说只有一个人的武林 像我们前天的话 是金融股跟营造 那今天的话 细关子前几天也有 那今天有被动 还有今天有这个 千载蓝龙的宅板 今天一看到那个宅板涨的话 我想说这个千载蓝龙的机会 今天你第三代半导体都有 对对对 尤其像那个 那个欣欣今天除息 除息拉涨停板 昨天我们上营 也不是除息拉涨停板 现在有一个好现象 就我除息不要让以前 就除息大跌 让你拉涨停板 所以这个ABF三支 那富邦的话 我们知道就是 那个获利很好 所以他大概七月十九号 要除息国泰 那华兰金的话是那个 有一家投信 有没有 他不是一直买华兰金 把那个高波动的 把它降到去买华兰金 那这个上全 我们上次有讲 CPI 那个CPO里面 我弄完华星官网 第二好就是上全 今天就涨停板 我记得我们两个礼拜前 有了 大概有 那这个国际金涨在家 所以现在 你看到这个图 有没有 就是大盘 台积电网友类股 在做轮涨 那所谓的 这个轮重 轮动 就是说 我们的股票 你大概会往上面提高 那大家都一定会慢慢 把这个价格用提高 那你落后补涨股票 大家就会去 去把 这是我目前 大概这个好的现象 好 今天落后补涨 真的很明显 对 非常明显 因为我们经常讲的 F4里面 今天只有台积电还串颇段高点 那你像 我讲的那个 管达今天就得了比较多 那 鸿海 稍微还好 平盘 那 联华客也稍微 好一点 那大力管 说会 那只有台积电 串 还是历史新高 那台积电 我现在感觉 他真的量不大 而且每天都做拖拉尾盘 那个人 不知道他心态怎样 他就是 外资 你怎么办 对对 因为我们 经常很相信 一句话叫一只看不见的手 一只看不见的手 而且我更相信 任何执政党一定 稍微会把这个大盘 护一下 这是从以前到现在 我一直相信 阿当史密斯 那一句话 所以今天工商时报的社论 大家有时间去看一下 那个 那个写社论的人 稍微比较凭空 可是他写阿当史密斯的一个 一只看不见的手 还有凯恩斯 凯恩斯 对对 这个那篇社论 大家晚上有空 我还需要稍微看 除了看以台 就稍微看一个社论 那台积电 目前就是控盘的工具 那大盘的话 我们跟仔讲 我们还要 我们上次这边 本来写二五五八 那好像是 一个月前 我就赶快 应该有问题 就赶快把那个 党二点三八二倍 二点六一八倍的三万 三万三 稍微都把它停上来 参考一下 我现在就是刚才讲的 一直在尸首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 现在一直在这次节目 讲说这边出生段 会不会到二五五五八 那看起来这个态势 很强 因为本来七月份 本来应该是在二十一个月 做一个回答 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这个迹象 那以前我们的大多头 跟很离谱 就是说一直涨 涨到哪边 你知道 涨到中秋节 那你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不是看 二十一个月转折 有没有 你如果你到中秋节 才是一个波段的转折 那你搞不好 你这个点数都要修正 那我们大概有这个遗历 以后再 可能嫦娥真的要奔月了 对 因为我们多头市场 我们多头市场都是这样 涨三季 跌一季 以后这个大多头 而且年初最低 中秋相对高点 以后做一个高档 这是以前我们民国 七六七七七八 大概都是这个做 那我们现在 不断的在串新高 而且量还没有失控 所以我们大概这个 提醒大家 现在要够这个 两万五千多点的一个观看 那以后会不会调改 我们以后再说 那就看台积电 因为他五人后的 一片十四八十块 那现在已经一千块 晚以后 而且一千块涨的速度 越来越快 以前大概都穿一个波段高点 会回八十几块 六十几块 五十几块 我现在要等他回的话很少 所以我现在都不敢再卖他了 因为卖完以后 不只是名字罪人 搞不好 就是你就 因为他这一路 喷得很快 以前大概都涨一段 休息一段一段 一路涨上去 你不敢卖 你就是那只看不见的手 还有 今次刚才 那个同音片不是有讲台积电标 还有赚到小菜前的台积电 现在不是小菜前的吧 对不起 那PCB大家很久没有涨了 那今天因为那个3037新星掌 那个除息 掌停板 最近有一个好处 除息的话 以前都是气息马上大跌 因为他们这个类股都是没涨 真的第一位阶 第一位阶 所以除息就会涨 上瘾也是一样 新星今天一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 大家好好考虑说 哪一只要除息的话 他没涨的话 你搞不好走路会有 那紧售也是一样 这里面的 那我大概有曾经就做过这个PCB的 大概二十几档股票 那这个投影片大概有做 那我又沉淀很久 今天难得PCB都涨上来 这是里面的 载板终于可以拿出来用了 对 载板的图 这紧售 你看到我们 民国九十三年 九十几年的一个 后利也不错 有没有 今年都说还不错 可是你看到股价在这边盘了 非常久 那他说明完以后 就提着那个台积电的认证 那认证完以后 大家记得以技术分析来讲 这个长虹 爆量长虹 跳空这个缺口 所以这边的话 短线这一只就是热门的股票 转强 转强大家就 一般来讲 我以前在做股票的话 都是看能涨停板的股票 锁起来 大概明天如果开 大概涨两%三% 那你折击就可以介入 因为一般来讲 我们不知道哪一只强势 你敢涨停板又浪大量 那短期间 应该这一只 大家可以琢磨一下 而且他盘了那么久的股票 那这边给大家做盛看 杜大师会不会怕隔日冲 隔日冲 隔日冲也不要紧 我们经常讲一个计划 就是说 大家涨停板买市 大家就会买市 有没有 因为你的价格也是在这个 你在怎么厉害 你今天买的成本最低 就是在这个跳空缺口 那你的平均成本 如果说你明天把它隔日冲 以后你也小赔钱 除非大盘是真的回档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很多人就喜欢买 那个掌停板关起来 前一刻就冲进去 这是买强势股 尤其这种低档转强 对对对 刚开始而已 所以我们也不怕他隔日冲 因为隔日冲那个赚一点 搞不好后面的比较大块 他没赚到 就是这个 好 趋势很重要 那华通我们讲过好几次 他慢慢的增高 虽然说没有很强势 可是慢慢的 你看我们每隔一阵子 这个AK线弩就涨上来 他也是一样 涨了一大段 今天也稍微冒大了 所以而且法雷也都在 这一支我们在这个节目 一直经常说 在PCV应该是一个好股票 他偶尔就出来串藏一下 他也多题材 对对对 再来今天讲的这个Tesla 我为什么要整理Tesla 就说因为两个礼拜前 那个Tesla不是长吗 长那么多 一个月五人 对了 长完 因为我们台湾的Tesla 我整理二十几支 都大概我 动一下动一下 就沉淀 延续性不好 延续性不好 那这里面的话 以前像说凯极金长 推荐的华湖 还有最近的几个 这个湖联 就是Tesla概念股 像核大 这个都有 那我们大概这个Tesla里面 我们就抓几支 两百块以下 有的是比较高 像说台湾店现在都比较高 那我们抓我们这一次要讲的主题 两百块以下来给大家做参考 两百块是今天杜大师的主轴 我为什么要推荐他 就是说他整理了非常久 有没有 两年前 他还不到一百块 对对 两年前的话 他不是高高再三吗 而且后利都还不错 那已经整理那么久 那上一次的话 他现金增值在这边 那最近现金增值是66块 今天7月11号 有没有 那再你看他盘整那么久 那股价也在修正 所以我认为这个 如果说Tesla在补涨的话 理论上这一支可以考虑一下 那再来就是这一支 胡联 胡联也是盘了蛮久的 那后利也还不错 你看他K线赌在这边盘很久 所以你高价不能买 低价的话 你可以找这个低位阶 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我们除了 每天看台积电 一直买不下去 有的电视台经常问说 投资人你有没有买过台积电 大家都回答 有 说已经卖掉了 所以后来我才知道 不能卖 因为至少能享受 这个喷出去的一个行情 是 不要再问了 不要伤口上撒盐 大家都卖掉了 但是我们看到 马斯克的威力了 对不对 特斯拉一个月涨五成 我们的汽车概念国 很多获利也不错 而且整理久了 会轮到他的 对对对 好非常谢谢杜金龙杜大师